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阵加尔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皮皮必须4抓能够翻盘取胜 如果说3 3抓都没有用 3抓就是狼队赢 确实上把爱丽的红夫人 刚说完他 这红夫人咋打得有点急 怎么有点对吧 不太像爱丽的红夫人突然 瞬间对吧 感觉打了鸡血 充满的能量 然后硬核的一个4抓 那这把的话我们来想一想 剧本 BO3的就第三局搬4个角色的雕刻家 4抓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球者这边应该是可能会选择卖卖卖的战术 因为这套阵容其实蛮好卖的 对吧 第一波倒了 谁倒了 傭兵蹲着卖 第二波对吧 守木人蹲着卖 反正就是蹲着卖卖完以后 外面空军马机子修完 上来最好是抓一个空军马 祭司的话得看位置 小船大船的祭司 相对来说抓起来难度会大一点点 不是很好去快速击倒 皮皮这边可能会带一个 我觉得带个 带他这个天赋可能带个闪 带了个船 带了个船 有狩猎本能 待会看他的天赋 狩猎本能 点了 点了三点 纯粹就是前期加速 然后是张狂加风窗配狩猎本能 这个天赋也是拼了 这个天赋真的就是奔着四去的 对吧 确实 这把只有四跟其他 有张狂的话 前期追守木人 他可以更快的到二阶 如果说这里守木人两个铲子都交出来 皮皮应该是击倒第一个人就到二阶了 那么你们来救 我这边就有机会去通过防守去争取一个多 守木人这边也是不给机会 直接交产一刀打 好开技能了 小我去他脏狂 兄弟们他在脏狂 那肯定没有挽留 慢慢慢 两人开门战 这边吃一刀 穿大洞吗 穿大洞不好 其实这种局是不建议穿大洞的 穿大洞我给大家讲过 我觉得穿大洞很容易去影响整个团队的一个修机节奏的 让他穿呀 这我觉得穿大洞不亏的 穿大洞皮皮打一下对吧 传送过去捡 当然我不知道这人在哪里啊 他说洞在哪里 但我觉得有传送 你这边让他穿大洞不亏啊 穿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够对吧 直接挂到遗产机呢 这里还差一个雕像到二阶啊 但这样的话你看这击倒的一个时间点就晚了 穿大洞 我觉得刚才那波 其实如果487想穿就让他穿 他应该这样的穿了以后遁地 但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 这个击倒时间对于皮皮来讲不算慢的 还可以能够去往平局真胜方向打 但是想要追求一个4很难很难 因为现在的话 穷者这边肯定是奔着卖去的对吧 根本不会来理你 那么你守着好了对吧 你守你守 你二级你掉个家 你很准再准没有用 我这边对吧 不来管你 我不救对吧 我就外面三台机一人一台 你能拿我怎么办 所以这里应该是过半以后顶出去打 他需要这边将这个佣兵打成残状态 然后被佣兵背不过去救人 然后这边再利用传送把这佣兵击倒了才行 看看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把佣兵这边跳忽必过去 手里面有传送 但是雕像的伤害还不够 第二个忽必 投粉场吗 不推 好的 半状态的佣兵再加 能不能把这佣兵秒了 没能秒掉 没能秒掉 这佣兵差一个雕像的伤害 哇这秒了还有机会 没秒掉应该没机会了 因为外面的三台机 我们可以看到两台70% 一台60% 皮皮这边还要处理 手上面的这个帽也夹 这个守木人 一刀没追上 守木人这边翻 雕像一推 还没推中 那应该没了 应该没了 没什么办法 这一波的防守顶出来打佣兵 是他唯一的机会点 但是没能将佣兵击倒 没能将佣兵击倒的话 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边直接点亮 皮皮这边要被迫交传送了 百分之八十几的机 佣兵先拉开好了 甚至这边可以外面重新起一台机 外面重新起又一台机 更稳一点 这边祭司机大洞来修 抢皮皮好像不想交这个船吗 得交这个传送得交 他得拦住这个 打了个震射 能牵起来吗 艾尔祭司牵起来了 祭司起来可以恭喜狼队了 狼队确实没有给到任何机会 哪怕在皮皮掏出了这么英勇的一套天赋 对吧 这样就不成功变成人的天赋 张狂加风冲的雕刻家 没办法 确实 只有一个机会 这局就只有一个机会点 就那波能够将佣兵拦住 让佣兵救不下来 首先是 他首先其实皮皮的思路没有任何错 只是没有打到 他首先顶出去打 把佣兵打残 然后佣兵跳过去 护皮跳过去 传送回去 把佣兵打倒 打倒以后 这边守门人挂飞 直接节奏不断挂上佣兵 挂上佣兵以后 再投粉场去干扰外面的面 面马鸡 面马鸡不够 然后再有人来救 他再一波防守才有机会 四抓 那么恭喜狼队 这把的话确实 BO3狼队爱立 跟狼队的人队 确实都发挥的很好